攻读轮雨圣讯第二册 西元2009年 4月18日 发一重得泰国曼谷道场天生佛愿 佛历2552年 遂赐极丑 3月23日 两天率现金求般大众供求 先佛慈悲指示讯 如跑赤指日日凡 省师中庸 行正极 正极成人生作极 仍得善起为根基 见义勇为 己当行 不治不求 无限局 模范标刚已成人 先正己心 正腿迷 无奈 己颠峰森林 母命降至佛楼 隐身早将母价餐 再问徒儿否安逸 平心静气 专心听哈哈 道唤醒世人觉悟本心 悟道回归玄妙地 道在自身五看清 成心报首时新修 效法古圣先贤 真功时善陪得见 用道心 至善宝地 共修办 末后半收缘 徒儿开两天法会 希望收心 勿绝 厌烦 作仙仪 谨言顺行 指望念 不让魔入侵 要知严守规矩 知捷径要开始修行 道不是左道旁门 要用正确之智慧去思考 得意指打开灵性正门 只要打开心胸不受阻碍 就能体会到道之殊胜 因人生迈向光明摆脱黑暗 八十七页 既知本性是否 要虚心学习 达到目标 从初心出发 到无上正等正觉 为师希望徒儿们要用心 听道理让自己开悟 要断除无名之墙 要靠自己的诚心及信念 知否 爱图瓦 为何要求道修道 求道为了知道本性 知道了本性 你就很容易修道 修道是从人际关系做起 在行道时 徒儿会体悟到三宝 把三宝真正去做 你就见到光明之本性 与体会到所求的道之殊胜 八所了解及体悟 度自己与别人 身心解脱 磨练修养心性 地善良 没有自私于我之 成就慈悲及谅解的不失 八十八页 当然你还有普度三朝的责任 要精进不懈地走到每个角落 每条道路上 所有的困难 不能够阻碍图的决心 图儿更可以见到真理 在红尘人世间 度众而不执着 执着向家说 要觉醒知道道理 回归道 因为每个图儿都是上天的原佛子 最后都要回到唯一的道 道无形无相 看不到摸不着 要自己寻找 人与众生都有相同的灵性 知道吗 平心静气请坐下 爱徒啊 看到徒儿来自各个不同地方 有缘才能在此神圣佛堂相见 因为徒儿根基缘分 曾礼拜供养佛 所以能遇到这重要修行度 不是偶然 要好好珍惜这个道 知道做好事 自修持戒手艺 改过除恶 要好好记住 知道吗 爱徒啊 为师知道每个徒儿的心 关爱徒儿 每次徒儿 修道度人求道 讲道讲得很好 每次讲道 不离心法 不离佛语 不离真理 更不离己心 当你讲道时 教导的话 教自己跟别人 八九十页 在教导别人之前 自己要先做道 讲道才有价值 因为道是不变的真理 徒儿要怎么把道表现出来 把道的尊贵的成果表现出来 必须要求自己 训练自己 好好学习 是不是 为师就要离开 徒儿要知道行正道 修办道要重数字 行道讲道要专心一致 修道的路上 不可松懈 要互相帮忙 不分别 不计较 知谦虚 知道何事与否 知道尊敬前嫌 为师相信每个徒儿 将改变自己越来越好 在这混乱的世上 你要学习放下凡夫的心 就会看到佛心 要正确地改变自己 不要恶语替自己造口业 为师在徒身边帮忙 希望徒儿能够快乐地修办道 共同修办培养德性 扣辞母驾 哈哈退